最省钱的开运法器 傻气迎刃而解 我刚刚一把刀 不曾看过这么近的一把锯子 把一面镜子的话反后为前 那么后面的小人在镜前反射 也可以做保护 然后再剪刀一面镜子 救了一个妇女也救了一家 镜子同时也能够化解凉煞 究竟怎么贴才能够根除煞气呢 天罗地网凉就代表刀 有不同的凉的形状 代表不同的灾难 一根的凉代表当头暗户 马蹄形的凉 就仿佛是一个枷锁 被套出代表官司雪光 甚至娃娃骨功 其实凉也可以用便宜的凉 只要在凉的某一段 把它包成一小段 就把这个凉做一个切断的作用 那么它所形成的杀伤 会比较最低 史上最弱的住户房 刀光剑影 夫妻两人难逃谢光之灾 冲凉 冲凉 冲凉太大了吧 很符合啊 有风有水 好风水 有风有水就是好风水的话 那我们全台湾大家都好风水啦 不是一天到我再下雨 你今天在那里有点带情绪哦 不是嘛 三季这种地方你知道 真的是漂亮 我很常带小孩子来的 对 而且这种下雨天是讨厌啊 对啊 对啊 这是下雨天 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下雨天 这种逗云交加的日子 要来这里呢 而且你现在是 是杨莉花上针啊 真的有点感冒 你声音好粗哦 我真的感冒 感冒 那要保重哦 而且我很怕今天来这烂风水之后 我们将情整个家中 有可能 对 因为我们好像逃难逃到一个平房 没有哦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的家就在这里 而且今天这个 这一集一定要看 因为很多中南部地区 终于让我们讲到了 很多家里的格局 或是这种地板 都会有影响 没错 就是它就是让我们回想起 就是我们非常传统的那种套听 和家庭的一种格局 到底这样的格局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让你赚大钱全家旺旺旺呢 诚如主持人所说 今天的案例 可能会让你心有气气焉 可能造成你的恐慌 但没关系 老师要用最便宜的法器 让你远离招音 卸光的危机 而委托人萨基努 家里简单朴素 天心乐观的她 压根子没想到 败坏的风水 让她的唱片合约遥遥无奇 究竟是什么风水决阵 让她的前途一片黑暗呢 大金奴呢 其实在演艺区里奋斗一段时间呢 最近成绩越来越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你家里的风水 会其实 其实小孩在演艺区里会走到我 还是走到我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一个你滑地 然后就这样 冷静一点 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忍不住 因为听说 小姐等头没有 后面会越来越糟 所以我整个心生难过 因为我想说 刚才好不容易有点发光 你知道吗 微光 然后现在又要 要洗 我好担心 好 我帮她看一下 好 老师 我就直话直说了 好吗 要不我先关门放过好了 你再关就没有前途了 什么意思 我再不关咱们都感冒了 你不问 我太熟了吧 对啊 它是一个龙线浅滩 苦落平洋的格局 这个门你不说还好 越说我越生气 干嘛啦 很多中南部的客人 铁门是防盗 玻璃门是防风防雨 对 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天暗门 客厅一定要明亮 客厅代表 杀鸡奴的运势 吓我一跳 他竟然把铁门伸锁 呈现一个暗而无光的客厅 那么这它前途是一片黑暗 有这么多小偷吗 有这么多贼吗 所以你只要保持玻璃 挡风挡雨 但是铁门拉开来 让你的阳光的心情更展现 而不是关了之后 你家的客厅 向载路向门 它轮已经够黑了 客厅跟它脸一样黑 我想会影响它的官员 跟事业 可是我如果将门打开 阳光照进来 它会更黑 我晒到我更黑 所以要用雾面的贴纸 做一个我们说的 薄纱的这种的窗帘 或是今天买很多怪防晒油就好了 对 我看到很多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驚人给他看 对 驚烧烈 每天把客厅的剃门都拐到揪 好小 我们去就买起来 老门 爸爸 好像是有转到哪里电台的 不是 就转到26台 没关系 如果带一个也可以 可以 所以一定要记得 这个铁门 非不得已 尽量不要把它关 其实像我们东港家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平常只要一起床 就是阿嬷一起床 就是把铁门全部都拉开了 一直到晚上真的要睡觉 锁门才把铁门拉下来 这样子才能亮亮的 而且你个人又没有在追求美白这件事情 讲到 我打篮球都打晚上的 怕帅黑啊 你真的 我觉得你白真的不会红 黑才是你的特色 但是客厅也跟着黑暗 就怎么样也红不了了 最好把铁卷门拉开 让采光透进来 才能够让你大红大紫 而撒基奴住在三只的山区 对面的一排树林 竟会有照音的危机 门前看前途 窗外看园景 我们门打开最爱怕几种树木 芭蕉树 柳树 或是我们所说的一些 形式鬼魅在飘动的紫藤之类的 他们家打开之后 是什么树 什么树 阴风收收 寒风收收 出门见住 小心血流如柱 你说实在话 我是为你好 你到底在动我 你已经这么打电话了 你说实在话 那么晚上可以可以 你怎么知道 真的蛮恐怖的 但是我老实说 因为今天风雨交加 所以看起来就恐怖 我相信阳光普照的时候 那些树叶摇曳生姿 应该看起来是还蛮漂亮的 对啊 对 有人说开门有时候 绿域盎然生机无限是好的 但是一旦是茂密的丛林 又遮挡了我们的门获窗 那会造成我们居家 阳宅变阴宅 是哦 我还以为我前面有树林 我方便打猎 就原来那个状态 你打什么东西打猎 你现在还有在打猎 我可以先打烂 你还重要 打个几只松鼠之链 原来那么吵 对 那有这种状况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片镜子 来帮他做一个发解 好 你一定要放什么 放在他的门的上面 对那边造出去 古人说鬼内就有形有灵 你这里是门对不对 对 有镜子放在那边 鬼妹一进来看到自己 还没有进来就被自己吓跑 吓跑了 吓走了 所以那个鬼很丑 不是 对啊 有这个鬼很丑 难道他不能了解他自己 他不能接受他自己吗 对 因为鬼妹有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了 鬼妹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死的惨状 但一旦进来的同时有没有 就会被自己所吓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片镜子就一个家孕的开始 一片镜子就一片家 我最好知道说有时候一张发票 可以救一个植物人 对 我不知道一面镜子也可以救一个家庭 当然啦 你家外面正对芭蕉 紫痰 柳树这些植物 容易招阴 可以在门口或是窗户上面 贴一面镜子 转阴为阳 而一般透天簇的铁卷门或是多片门 到底开哪一边最加分呢 重点是在于这个门 有没有 这里有四片的门 很多的中南部的热情的观众朋友 到底要开哪一个门才好 对啊 好 一个原则 重来好不好 重来 如果这里看过去的话 左心龙 这两片是龙洞 龙边 腹境 是最好的选择 龙洞 龙会洞 人来人往 代表龙会洞 所以最好开那两片 这两片是最理想的 但是 但是 要卡在内在的环境 以一楼为主 外面是不是水路 水路为财路 如果车是往这边来 那么我们 龙水 虎收 所以这边放座位 面对车来车往 无论是办公桌 或是我们所说的 主座位 龙水进 虎口收 这么接起来 这样就是非常成功的 代识 这个位置是好的 你这个沙沙放的对 怎么了 如果上午有凉的话 我们当然退而求起车 以平安为优先 而不是以收龙水为主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改到那边去做 你本来是这个位置是比较好 但是因为上面有凉 对 就像是吧 一把刀 在您的头上 会一直一直每一天 今年每月的这样批下去 就算赚到了钱 也会有伤到身体 对 如果你有时候想回首的话 可以 可以 那怎么了 好 我请他看起来 看起来 没你没你 这样 这就多 都不让跨医生 跨医生 你看起来身体很健康 我会想 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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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啊 没有啊 反正现在身体也慢慢变好了 有确定吗 有啦 有在调养吗 有确定吗 有花大钱买保险吗 有 瘦一个人都写啊 就好 还写我自己 对 因为它其实在墙上有很多这种症状 对不对 这次该不会是你自己看的吧 就这些漂流木就对 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装饰品 然后可以掉东西 它的那个原本的想法很好啊 然后又不用花钱去买 然后又有艺术的价值 这个将来住久 这边的老人家要小心 类似古刺的毛病要小心 墙壁就是我们皮肤 莫名其妙突出很多滋滋结结的 也称为鹿骨煞 就像我们屋外的壁尸台的县 天县 钢筋外露 接触闪电电源 影响整个宅的磁场 居家内部有这种的滋滋结结的 我们中国的墙壁要平平顺顺 不要跑出我的东西出来 这个有准 可是 我们家老人家有古刺 才刚开完而已 我来路说你不讲 那这样才真实啊 可是你讲得很对啊 对啊 那所以家里的墙壁都不能挂这些东西吗 那我们外套帽子要挂哪里 有衣橱啊 外套有柜子啊 为什么要挂在墙壁上面啊 所以墙壁尽量不要挂东西 一个镜子挂到你 是让你高兴吗 这样子 天生劳退 劳退吗 劳退吗 还是劳汪 劳汪 劳汪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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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在联络外星人在这里 我是好意 因为它不像财如像人 一个居家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的 一个客厅店面就像脸一样的 好 这个是不好意 好好聊吧 好 好啦 那这些要等他拿掉 要不然拆缸开刀 可是他已经开刀完了 还会再找吗 都是我不好来太晚的 如果早一点来 把他拔掉的话 也许不会这么恶化的严重 请选择 请作答 带我了吗 不太远 不太远 什么 不太远 你看你老的老物 阿斯巴 你看他不好啊 港元要漂流沙漫 我没有漂流沙漫 没有 长得见龙也不错 什么 要把你都知道 资多少钱啊 对啊 健康才是无价的好不好 都会处掉 我如果不猜 我妈妈后面长一个吹风鸡 那个 不会啊 住家跟营业场所是两件事情 是啊 如果这边是营业场所 还有特殊功能 没有在这边生活住的话 那如果这边是 算是工作室 对 工作室 因为那是客厅 什么工作室 这一区就这一区而已 这一区就是 私人 没有私人 没有私人的工作室 你现在有赞给你摇哦 工作室在哪里 居家墙壁不平整 长辈容易有骨刺和皮肤疾病 最好把墙上的漂流木和轰罩拆除 而主座位面对龙边 象征迎接采水 有旺财的效果 但如果龙边的座位被凉压 不妨退而求其次 把座位改到虎边 坐起来没有压迫感 而便宜好用的镜子 除了可以避免招音 还能够兴旺男女主人的运势哦 这个人脸他还做对一件事情 什么事 好不好 我们说左青龙对不对 龙面是不是要开阔 所以他在那边放了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还真的是有学问 有什么学问 那就是套文套文 可以照进去 他就是翻一张椅子来 让客人坐在这里 这镜子有学问 然后看镜子 镜子的尺寸 一定要记得内围是21公分的倍数 比如42 84之类的 极速 第二个他在龙边开拓 放着这面镜子 外面也不错 可以从外面的光源之间 反射 间接的折射回来 客厅会变得更亮 除此之外呢 龙边更开阔 代表这个家的男生 天悲 他睡着了 不是 你看的是个男生 悲龙在天 无所不在 可以这个我们所说的 不发挥的空间很大 其次 龙欢 而且光源增加 是增加客厅变大 有三个好处 唐大 龙飞 有光源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家里面 龙边 龙边 我们都可以放一大面镜子 然后是20亿的倍数 但不在主座位的背后 侧边 不会照到位置的 就是有一套 不过 那个晒到 我就 晒到 那这边是龙边 因为像我们原住民 然后我们又是巫师的后裔 所以那种风水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有那么多的那种概念 或者是哪里是龙边 什么龙 我没有看到龙 那个龙 你说巫师是巫 对 蒸素法的那种吗 就是放人家祈求平安 就是因为在早期的科技 没有那么发达 那你有在对风水老师下降火 当然是没有 如果说少一点的话 就多把几根蒸起来 其实我刚才老婆抱 我不敢进来 就怕你给我下几个东西 没有 他们现在是做祈福 这个是正面能量的 我们要往好处想 对 为什么会有胶带 在我的櫃子外面 不是啊 那个是 我是做美甲嘛 然后小朋友 等一下 奥斯佩 你做什么 我做美甲 美甲 对 你是说做指甲的美甲 指甲才可以 你做美甲 对 什么 可以啊 为什么暖身不行 这样对你来讲不会太娘吗 不会很娘啊 没有很大之类的 对啊 你要怎么帮人家贴钻 就有办法 因为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生意好吗 生意排不赖啊 这都是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艺人 真的 像季晓军啊 高雷亚啊 他们就 我也帮他们就是设计一套 那个原住民 TOTEN的联系的联系 那怎么会对这个有兴趣啊 因为蛮好玩的啦 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 他如果带着走这样 人家说 这好漂亮 这谁 这我来 Sakimu做的 哎呦 哦 这么好的一个身材的趣宝人 对 就离柴位 只有一步而已 你看看 真的耶 一步而已 你这个L型就是一个大柴位耶 最重要是我们这个柴位 进来的四四五度角 对 一不能建筑建梁 建刀 二不要有风 就是风扇之类的 三不要张 第四不要有我们所说的Bi 或是我们所说的一些 追状 坚状的东西在里面 这么好的柴位 竟然被你来 放在这里 指挽电脑 有点可惜啊 哎 很多人家也是没有柴位的 对啊 你家有个这么好的柴位 然后你的身材工具就在旁边 难怪你一天只能住一个客人 对啊 这是你的身材工具 就是你的这个柜子一过去 那也就是说我这边就是 放这个 然后再放乐器 然后再放那个 那这样有什么 不是 以锯宝盆 以橱柜 衣柜等等的 有像一个箱形的东西 就是一个身材的一个 纳材的一个柜子 萨基奴白白浪费了一个大柴位 柴位已摆放身材工具 或是柜子 以及招材物品 最好不要摆放垃圾桶 以及风扇 一年毁坏财运 而萨基奴他家 遍布梁煞 一般常见的梁煞 总共分为五种 有一字梁 T字梁 L字梁 摸字梁 以及口字梁 等一下老师教你个个击破 我们一直注意下面 却没注意到上面 上面 各种常见的梁煞 待会一一破解 桌房灯光剑影 老婆难逃血光之对 门上有梁 叫做穿心煞 血光刀伤 或内在疾病难逃 开头看刀 这叫做刀灯 竟然把它抓在老婆的床上 房间就房间 中间如果挖个孔的话 叫做穿肠煞 三把刀直接切到这个卧室 不伤男就伤女 所以老婆一定有刀伤 再不改的话 不知道该谁拍刀了 那是你哦 不是我那是你 我们一直注意下面却没注意到上面 上面 天罗帝王 能够把梁補平的就尽量補平去 清楚杀 一旦没有補平的话 这个梁就代表刀 有不同的梁的形状 代表不同的灾难 今天为了你特别拿我的压箱 把我告知 不动 不动 我认识一下 一根的梁代表当头棒喝 对 口上戴刀 这是非常不好的 在哪个房间就伤哪一个人 尤其梁最忌讳在床上 或是在头上 或是在我们所说的桌子上面 这是包括我们的法师傅上面 一个抬头 剑刀剑绑 对 有的梁是我们所说的 L型的 这种梁有没有 就仿佛是一个弓箭的 弓箭有没有 也是一个 雪光灾难的开始 暗藏的危机 而且它是天罗 代表什么呢 年纪越大的 所印证的这个灾难 会越快 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般我们的梁 会有人呈现是 这种所谓马蹄形的梁 摸子形的 你们以为是聚材吗 它不是聚材 因为上面有梁 就是仿佛我们所说的天罗不平 跟地网 崎岖坎坎坷是一样的意思 三把刀就仿佛是 这个一个枷锁被套住 这样清楚吧 在古人说就是官司 也类似这个牛有没有 那个牛像我们说拱行门的意思是一样的 代表官司 雪光 甚至于劳而无功 对 其实他们家 做白钢 做白钢 他们家属于 所以他们家是一个T字形 对一个T字形 两把刀 两个箭头 而且梁本身就不是好东西 所以要赶快把它做化解 那它怎么化 它除了做天网板之外 问题又来了 这就高手 你们是你的压箱包 对 这个梁 我们说过防中针 居家是不是有防中针 可以贴镜子来化解 其实梁也可以用便宜的镜子 来 只要在梁的某一段 不压床 不压头 不压桌子的地方 把它包成一小段 以21公分的倍数 就把这个梁做一个切断的作用 它所形成的杀伤会起来最低 个人家里面 个人家里面也有这个梁 我是把内面统统多贴镜子 而且黏得很紧 因为我怕它掉下来打到尾巴 对 你没有要分享过 一定要黏紧的 这没有黏紧还得了 对 如果说像他再次这样 第一次梁的梁的话 它要黏得很 对 应该是以那个胶材的地方 作为一个镜子的包装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梁做化解 当然 你说包在这边 对 绕三面 三面 一面两面三面 那么你看出去梁就不见了 那当然也有比较传统的方式 就是放葡萄或是放五地钱 在梁的下面顶住 那么避免它造成杀伤力 所以古人在梁上面 有的人放宝剑 有的人会画龙的图腾 都是画煞为吉 画金为羊的意思 宝剑 对 宝剑 我可以放那个我们原住民的翻刀可以吗 太好了 就是像那种猎枪或猪子对的 只要不要进门看到箭道 侧边也可以 那它应该放两边 那就放在里面就可以 对 它就是有自杀的作用 太好了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梁煞 都容易造成血光 可以包覆镜子 或是悬挂葫芦 五地钱 以去形除煞 你的卧室在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对 好可爱 真的好重重 好可爱 你看你头上 不要怕 那个是仿那个 仿那个当时真实的那个 郭忠祖跟赛德克巴来的那个 仿的枪 然后去做一比一的比例 然后因为太喜欢赛德克巴来 那部电影 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然后那个 Facebook的尾巴 那个就是真的Facebook尾巴 那个就是那个野山羊的脚 野山羊的脚 对 打到的猎物 那这个刀子应该是真的刀子的吧 对 就是真的刀刀 那个是我那个人的爸爸存下来的 所以有开工过 他哪呢 杀过鸡 打猎的 杀过鸡而已 好的 老师他这个放在这边 是放错位置的 基本上这种刀枪棍这个是属于修复器 那当然如果居家很阴暗的话 他正在地鞋 当然是有他的理论 可是你放在门口 门口就像一个杂口的意思一样 杂口看刀 进进出出 仿佛在刀口上穿梭 在刀口上穿梭 这是一个有生命危险 以及虚化的危机 如果有柱子 或者两放刀是自杀 对 就像两放之间 但是不能放在这个门口上 门口上面不要 就拿出刚刚那个柱子的地方 对 对 好 好 那其次 不要再犹豫了 还一直要多硬 其实他人也蛮善良的 再给他补两个好招式 好啊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互动 沟通会有点障碍 沟通 你是够吃 我跟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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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人沟通会有障碍 那沟通 居家风水沟通最大的一个重点在于 楼梯间跟通道 对 如果杂物很深 香柜 鞋柜 横利 那么这个家人的互动 一定是鸡同鸭甲 除了挂这个闭灯照耀之外 不至于有冲突之外 今天 这个廉价的镜子 又来了 只要不对到房间的门 贴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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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空间感变大 对 沟通更成功 那么如果就由侧边的灯来做一个折射的话 会让你省电就能够更明亮你的通道 那么就是一个家庭 古人是放火把的 那当然现在是放灯的 闭灯就可以了 好不好 武器摆在走道 容易由血光之灾 以妥善收藏 而居家走道摆放家人照片或是镜子 有助于提升家人感情 不过要记得镜子不可以正对房门哦 而接下来我们就前往住卧房了 你的房间 敲什么 有人在忙 加油 这叫 你好 心跳一百分之一 通常动动动动 然后进来就 你还没有人叫 你以为我听声音叫不出来 你还是看到海底一个人 我的天啊 哇塞 Satino 亚人 Nono Fight Nono Nono 这一进来其实就感觉到那个湿气 房间湿气很重 这里一样跟我们都说了吧 湿气是胃煞 更可怕的是有 是老婆于刀伤之下的一个傻气 住卧房三面环刀 血光之灾躲不了 一面镜子竟然救了一个家庭 一面镜子竟然救了一个家庭 一把刀 Oh my God 你曾看过有正镜的一把锯子 把一面镜子的话反后为前 那么后面的小人在镜前反射 可以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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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做不再剑刀 一面镜子救了一个妇女 也就有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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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于刀伤怎么看 一就是门上有梁 叫做穿心煞 对 雪光刀伤或内在疾病难逃 这个还不够 第二个 抬头看高 是叫做刀灯 他那天来的时候还告诉我刀灯 他还念了出刀灯 竟然把它抓在老婆的床上 其实更可怕的就是 本身房间跟房间 房间跟走道不算 房间跟房间 中间如果我发个孔的话 叫做穿肠杀 这我们之前也有曾经在 某一位艺人家里面发现 穿肠杀 三把刀直接切到这个卧室 不伤男就伤女 所以老婆一定有刀上来 对 他有副 这样硬讲可以吗 老师 当然了 可能会 他能这样钳自己胎盘 或什么 如果对人家就选择副副 不是 劝观众朋友 刀伤有叠断腿叠断手 也有整形美容跟副副 其实命中带刀伤的 有八字刀伤 面相刀伤跟阳宅刀伤 这种阳宅血光 算你运气好 所以说如果没有副副的话 搞不好就是一些 小小的意外 比较痛的 对 就是有意外嘛 所以你知道切东西 也不小心会切到 那只是刚好一副副产 就把它好像化掉了这样子 就让它过去了 可是如果一直不处理的话 它还是危险 还是会一直存在 不再不改的话 不知道该谁拍刀的 真的你哦 不是 我还要住这里 我还要住这里 没有 我铁铁铁鼠了 差距远点 至少只有两天了 你那是掐子没收起来 那是掐子 所以真的是要改了 危险的卧房 又横梁穿过房门的穿行纱 日光灯切到床的刀剎 还有为了让冷气通到客房 在墙壁上面装个风扇的穿长纱 这些煞气如烫手山芋 无庸置疑都将危害这两夫妻的健康 究竟该如何化解呢 第一个就把这个灯 擀圆的 吸顶的 如果预算有线的话 尽量往侧边放 不要在床上面 至于量的部分做一个天花板 或做我刚刚用镜子的方式来化解 即可 这个就赶快要做一个采取 对 这样就OK了 但是现在你们有两个小孩吗 对 两个小孩 然后是都睡在这里吗 因为这里感觉有不止一张床 这里就是双人床加一个大人床 双人床加一个大人床 同样怎么样 我小朋友比现在好动啊 方便说 是小朋友好动还是你好动 小朋友好动啊 三张床 一张双人床再加上一张 大人床 看我出来吗 怎么床 我呢 我怎么三人床 双人床可以躺几个人 双人床可以躺一个人啊 两个人 大人床可以躺几个人 一个人啊 二加一点多 三啊 小三床 你看她的表情 你很高兴吗 你根本没有三分的感觉 我才可以用到小三 还行啊 那怎么办 哦耶 是风水造成的 老婆不能怪我 回来拿掉了 两个人 这样会有小三的危机 而且一定是你啊 一定是你老婆 对 没有 因为当初我们家床的时候 也是因为想说 因为我们那个大儿子 现在比较猛 太过于好动 所以 对 然后其实我基本上也都不会在 这个床上面睡 我都会睡在地板 更惨 更惨 地上的湿气 造成整个身体的一个病变 慢性疾病的延伸 所以她有可能 你睡这里 你知道潮湿然后长霉 然后就黑掉吗 而且细菌都在三十公分以下穿梭 全部吸尘器跟吸菌器都在鼻子上面 我觉得这样爸爸太心酸了 把床让给自己的儿子睡 然后自己睡在地板 把自己身体搞得更不好 你这样怎么出外打拼 给家里更好的环境 而且睡这边上有梁 前有门 对 后有窗 可能睡多久都不知道 有个人来说这个是一房带二床 对 所以如果这两个床是分开的 分隔为二的话 就是大房取二房 那它本身来说合而为一的话 其实在行煞方面是一张床 所以就大房跟二房 我想是什么样子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比较没有那种 你太开心了吧 我们很多的双人床 我们很多的双人床 座是两个 上面垫子是一个 对 是以垫子跟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为主 什么意思 怎么算 很多的双人床下面是两个座 在它上面是一个垫子 它是同一个一个垫子就没关系 这样算一句 就像我们的瓦斯爐一样的 有两个火口或四个火口 然后一个瓦斯爐就是一照一炉 如果分开来就是一照两个 所以你不要管你的床板有几个 基本上你上面 你只要定做是一个大的床垫 一个的话就没有问题 你可以做加大 无限大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用拼接的起来 就会有小三的危机 对 而且大小不硬高低不硬 就是大房区的 在我们要进去可怕的厨房之前 我们要让观众朋友先有心理准备 首先 再来是 没声 再来是 手下 听说这个厨房根本就是一个地狱厨房 其实所有厨房能有的煞气余一声 他刚刚还开玩笑的说这是厨煞旁人 真的是 哪来的厨煞旁人 哪来 谁在羡慕你啊 是一个风雨交加 冷淀交加的床 你所有煞气都在这个厨房 完全的通行 又风又雨又哪来的 好 你赶快一一的替他接一下 我讲啦 我要讲到我在 哇 明天我就会过来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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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来到比较大人物 其实 要起枕头啊 我没有起枕头 好潮湿的一个 这个厨房 其实厨房蛮大的啦 我们先安慰他一下 他至少是一个宽阔的厨房 接下来没有好听话了 我把那个枪卸下来 喂 我们是为你好 因为厨房是影响 女主人的运势跟健康 好 不行这样讲 我觉得至少她的厨房 还蛮方正的 对 好了 我们接下来没有好话 好 那个练三的话 就是用散弹妆 太太的健康 太太的健康重要 还是想听好听话重要 对 我们是苦口婆心 我是觉得看怎么化解 会比较好 好不好 有啦 第一个就是 一个厨房有两个门 对啊 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回风扇 等一下 它不只两个门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一个门 回风扇 这个构成为一样 对 回风扇叫做 才去不留 人去若宅 人去若空 代表 女人不善于催事 那么夫妻感情 日渐渐的会有一个主案 但是 真的你老婆不下属了吗 不下属 对啊 你真的怪她 你自己有回风扇 连刀都没有握过 那假的 怪怪她 只有很多小 没有 因为我是厨师嘛 所以 所以到你工作 就不用老回头 对啊 这就不一样了 对啊 这第二个就是 厨房这里前有霜 后有门 真的耶 女主人累累犯小人 而且犯两三个小人 工作的门 代表 女主人的工作 总是受别人阻碍 事情 被人家阻碍之外 借钱也不还 对啊 怎样说 真的 真的假的 为什么 真的啊 没有 因为她是有帮 就是帮别人就是 就是好像她朋友 有个要投资这样 然后帮忙一下 然后就借钱给她 就没有再还了 然后就没有再还了 然后还 所以根本就不是投资 对啊 只是用投资的名义 跟她借钱 然后其实是骗钱 然后签了本票 还找不到人 很恶劣耶 真的 对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还可以两个 所以就说你有两三个小人 对 你也不能乱老婆 因为你的厨房真的弄得很糟 更可怕的在后面 给我点衣装 好 好 倒为火 可以要吗 对 可以 倒为火 测为水 水火冲 代表你煮了个健康 厕所 忧上加优 令人堪忧 厕所 厕所是湿气跟臭气 跟粪便的味道 跟它的烹饪美食的油烟混为一起 我们在风水称为浊气很深 风水头门为口 窗门为眼 窗门为眼 你看看女主人的窗 窗门看什么 开刀 把刀 Oh my god 而且是个楼梯 楼梯的 踢刀 不曾看过有这么近的一把锯子 而且它什么 什么瓦斯头 没有啦 那个是那个放杂物的 所以这是一个偷身踢是不是 没有 因为这以前是一个偷身踢 所以它那个偷身踢到楼上 所以是想要让老婆去抢锅吗 为什么要给她上踢刀呢 你告诉我 还有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音效 还有更可怕的 雷电交调 风雨交调 对 抱歉 打道警 所以雨真的下不停了 对 这个罩门有没有 前有门后有门 叫做三门通 又是一个三门通 全才一路空 而且罩门出去又一道必到 对 真的是一个万箭穿心 刀剑不断的格局 那那怎么解决呢 对 你也讲个方法 那边又死 这边又死 回风杀 回风杀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回风杀 两个门都拆掉 拆掉的情况之下 请往前两步 我们这里做木板 这里做木板 把旧的门拿来放在这里用 对 那么这边没有门 没有门 就没有回风杀 对 那么这里做个门 门内为罩 门外为我们说走道 那么罩跟侧分隔两地 就没有我们所说的水火冲 罩侧冲 所以宁愿让这个厨房变小一点 你不要有这个回风杀 而且你的厕所跟厨房就不会在同一个空间 对 也就没有所谓的三门通 也没有出门见刀 隔了板子之后 这个灯往旁边移 转角让移 就没有抬头看刀 一个小小的板子跟门 就化解了七八个煞气 这一定要隔 其次 开窗见刀见距 对 对不对 对啊 比如说它层没有错误 对不对 如果 一般人会黏那个我们说的席脖子之类的 对 妈妈会黏席脖子之类的 这个也是阻挡油烟会比较好清洗 没错 至少把这个我们所说的开窗见刀化解 嗯 如果放一种我们说的玻璃 白玻璃烤玻璃 很多家里面高级的厨房都是这样的 也不错 但是碍于它的节俭经费有限 把镜子 我还钱 如果摆一面镜子的话 反后 反后为前 那么后面的小人 在镜前 反射 也可以做保护你 然后不再剑刀 一面镜子 救了一个妇女 也救了一个家庭 厨房的三大问题 里面有厕所 影响女主人的健康 以及回风煞 人丁不忘 还有三门相通 倒置漏彩 然而 这一切只要把厨房隔出来 让它变成独立的空间 要解决并不难 不过最令人讶异的地方 在于它的厨房有抽油烟机 但是竟然没有炉灶 你的瓦斯爐呢 很酷 没有炉 没有炉的厨房 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 你的瓦斯爐呢 很酷 这个厨师竟然不用瓦斯爐 这里抽油烟机 那瓦斯爐一定是在这里 不是啊 我还有另外一个罩在外面 在外面 烤肉的部分 后阳台 你真的是创大祸了 你整个越来越糟耶 我后面我烤肉区很好 我听到 他把罩放在后阳台 后阳台是你后代子 所以你两个儿子的舞台 你还会修处 对啊 你也会修处 对啊 你看你 你还在那边天真 无邪的样子 认真一点 对啊 其实呢 他这个罩是有 是不是 我们的炉不见得要瓦斯炉 只要是微波炉 烤炉 只要有这种炉的 都称为我们说的罩神 炉神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炉 但重点是在于 他在后阳台又放了一个炉 他就很容易脾气不好 很容易上锅 烧到一半啊 这碗面啊 烤肉区 原住民的物质 烤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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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天都要烤肉是不是 真的啊 打到的猎物就烤一下啊 没有啊 就那一块啊 那块真多耶 哇 好大哦 快 你看看 在这里是不是 这个是烤肉 没有啦 三个啦 没有啦 我那个卤就放在那边 然后我要烤肉 我看在哪里 然后那边还有石板嘛 然后我会做石板烤肉 还有石板烤肉 对啊 好酷哦 你看这么好的后阳台 可见天一望无际 对 无远佛见 对不对 这种的后阳台 多子多孙 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因为里面摆的这些 有的没有的 譬如 后阳台带刀 那啥物有够多的 后阳台带刀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说的 小孩子的外伤要小心 对 又来一个慢性疾病 药罐 要吃不完 其次又放个炉子 火烧后阳台 后阳台 几乎全毁 几乎全毁 那我现在把后阳台拆掉了吗 不是拆掉了 是把这些杀物拆掉 所以像他这楼梯 老师你会建议他怎么做 用最省钱的方式 把那个锯齿状包起来 包起来就好了 屋外绝对不要间梯 在屋外的背后 对不起 仿佛背后带刀 代表小人带刀 叫做看不见小人 如果是屋向前 左边带刀 刀外露 有的是透天的房子 这边会夹盖楼梯 代表龙边带刀 代表居家的男生 有刀伤雪光 如果面对客厅的门 右手边 右手边 左青龙右白虎 外加楼梯 就是女人要看到 可能阿姨 婶婶 姑姑婆婆 女儿之类的 反正就女生 后面就代表晚辈的意思 非常的可怕 所以你这一定要赶快把那 巨子状包起来 这样对小孩子安全 比较有保障 的药罐 假设预算够的话 弄别人家 不是 这样不会引起 不是 通常有一些房子 它们会放在楼梯的下方 再把整个包覆起来 行不外露 刀不外露 药罐不外露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开阔平整 而有远景的后阳台 老旧凌乱的后阳台 以保持整齐 最好花一番功夫 做整理 才有利自孙运吃 老师 因为他们就是老实讲 原住民的确很喜欢烤肉 一家团聚 对 然后在那边喝喝小酒 什么的 这真的不能剥夺 他们的生活乐趣 对 那他们能在哪里烤 所以烤肉要有炭肉 不能在室内 对 它不是天天烤肉 是偶尔烤一烤 不是当主食 所以后阳台烤肉OK吗 它只是一个烤 平常把它收起来 只可 你不要烤完就放在那边 一直放在那边 OK 不要当作固定的一个罩 你在那里抓 好 沒有啦 我們倒是没有说一定 就在那边碰的 對 不要提醒你 好不好 好啦 其實你們現在殺氣真的 其實 我们应该已经入三集了吧 差点 你站住一点好不好 我一个爱竟然是 我煞气 他从一开始很活潑 很活潑 现在整个人脸真是歪掉耶 太好了 这就是我不要笑 你真的脸歪掉 你可不可以讲讲 你现在路后的一个心情好不好 老婆搬家吧 真的 真的就是改一改 可以变化的 你就变了一下 对 今天就是对家人健康有影响 对 那当然你现在正要发光发热 對不對 希望说有任何事情可以影响到你 對啊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你才能好好发展你自己的事业 你自己拿着这个 这个 我先 望着你的水塔 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先去看囉 小金六加油 加油 加油 我先进入 风水疑难杂症困扰你很久了吗 欢迎你在粉丝团分享相关问题 或是到未来官网报名看风水 我们将会为你改善